長期觀察中國的32位美國專家 最近提出一份報告 呼籲美國民眾認知北京試圖要擴大 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 報告說 中共透過滲透的方式 在操弄美國政商學界 在阿根廷召開G20峰會期間 美國總統川普和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達成協議 中美貿易戰休戰90天 暫時不擴大關稅戰場 但雙方必須在限期內達成協議 有些人認為 中美貿易戰升格為新冷戰 美國卻只贏了延期協議 對此 中國經濟學者何清漣認為 從全局來看 關稅之外 美國收穫很多 從結果來看 美國已經通過各種外圍戰 達成它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防止中國通過盜竊知識產權 實施中國製造2025計畫 對美國製造業形成巨大威脅 旅美時事評論員邢天行表示 休戰90天 只是一個暫時的 結果 但從中可以看到中共服軟的態度 這次川習會會談的結果呢 恰恰證明了 中共想通過各種手段在美國滲透 以達到它自己的目的 徹底宣告破產 也就是說這次川習會呢 是中共從一開始的強硬態度到服軟的表現 美國財經網站CNBC報導 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中國問題專家甘思德 觀察中美貿易戰發展方向的下一個關鍵日期 是兩週後的12月18號 因為那天是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日 他認為 如果那時候中共沒有重大聲明 就可以確定中共沒有要借機改變 經濟及產業政策方向的可能 如果是這樣 90天協商到期後 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稅大戰一定再次升溫 在川普與習近平會面前夕 長期觀察中國的32位美國專家提出一份報告 呼籲美國民眾認知 北京試圖擴大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 這份長達192頁 標題為 《中國影響力及美國利益提高建設性警覺》的報告指出 中國的活動在廣度、財力投入深度和強度上 都需要比以往更嚴格的審查 因為中國在許多方面都比俄羅斯更具策略 且更強有力的施加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 這批中國事務專家學者 在過去都是大力主張中美經濟合作 他們大部分人對中國抱有憧憬 在中美貿易戰當中誰都看到了 中國這邊力量是不足的 也就是說美國這種強大 從今讓世界所認識 在這種情況下呢 其實才真正使得原來的這些中國問題專家呢 去反省他們自己原來那些誤判 時事評論員田園博士表示 改變對中共的看法 親共的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 就是其中一位 報告舉例 中共官方媒體加強在美國的英語傳播 從印刷到電子及無線電廣播等 與此同時 中共又對很多獨立的中文媒體做出消音 逼迫自主性審查 使用的方法包括拉攏現存的中文媒體 但中共政府卻限制在中國活動的美國媒體 田園博士表示 中共在全球所謂的崛起 絕對不是一個善的力量 而是惡的力量 這對於全球的和平穩定和經濟發展 都是一個巨大的威脅 邢天行認為 川普政府對於中共的清醒認識 和打擊中共不當的作為 積極的態度和決心導致世界格局的轉變 世界的潮流已經改變方向